那么我们来学习下一个点 那么什么是编程呢 刚刚我们认识的是什么 什么是编程语言 现在我们认识一下什么是编程 编程就是什么 程序按照某种编程语言的语法规范 将自己想要让计算机座的事情表达出来 为什么这里有个规范的语法规范呢 如果你写的代码 就是你想表达一个意思 然后你写代码就是不按照这个 发明这门编程语言 比方说Python的作者去写 那么肯定是会报错的 肯定会有异常的 那么你的代码是运行不了的 所以说必须要按照它的一个规则来 除非这门编程语言的语法是你写的 那么就可以按照你的示威来 所以说为什么是学习编程语言 就是这个意思 你只要符合它的语法规范 那么你就可以让这个计算机表达你想做的事情 那么这就是编程 我要让一台电脑进行什么 记录或者说判断某一个状态 那么我可以什么 或者说我让电脑循环做一件事情 就是这里有一个记录 记录就是我们之后会觉得变量 判断的话是一幅判断 然后循环的话是 where for 还有什么 这个循环 那么表达的结果就是程序 程序就是一堆什么 一系列的文件 程序就是一个一系列的文件 那么程序就是代码的一个结合体 程序是代码的结合体 你写一个代码 比方说你就写个打印 那么它不叫程序 程序它一定是一个 有一个流程的东西 它是代码的结合体 就是你学习了一个代码 学习了这个代码 学习了另一个代码 学习了后面一个代码 你学习了数据类型 那么只是代码 学习了意乎判断也是代码 学习了循环也是代码 那么程序的话 那么肯定是把这些代码结合起来用 那么一堆代码 那代表让电脑做一堆的事情 也就是一个程序了 那么这就是编程 那么我讲到这里